还有各位同工能够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神额里面一个很大的特权跟恩典 也不管到哪里去都会碰到主人的弟兄姊妹 而且当我们找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 而且我们也很希望当我们每一次相聚的时候 我们真的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 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有空 能够来我们那个小小的地方 帮我们美国加州西谷 来的话希望你们能够来为我们教会打败一下 来看看我们 我真的看到你们很高兴 我也想到不久以后就要回去了 也很高兴 今天晚上我们能够知道一下 有没有人你自己对你自己是不是清楚 还没有把握 就是你可能还没有新约书 或者第一次进教会 或者你还有很多的问题 让你没有办法来表达 他说我愿意成为基督徒 像一个圣殿一样 在这里所有的信息完全围高基督 把我们整个人就从一个低落 软弱灰心的里面 或是一个很悲贱很失败的里面 帮我们重新提起来 因为他每一章的信息都太宝贵了 然后每一章的信息都是跟基督发生关系 所以我把这篇书取了一个题目 叫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他真的是我们一切 光得到他的生命 你就已经得到了一切 天上各阳属灵的福气 身本性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 所以我昨天说到我们这个人的受灶 好像电灯泡的受灶一样 电灯泡受灶是为了重装电 以及能够发光 能够发挥他的用用 能够给人带来祝福 所以我们这个人受灶最重要的目的 还是我们居然可以缠装耶稣基督的生命 让这个生命从我里面出来 像明光照耀一样 能够把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这个是宝宝在第一上套出我们的 这是基督徒生活的目标 无论是 我宠教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 因为我们不知道在这两天里 听见这个信息以后 他有没有回家去试着珍惜这个生命 说耶稣谢谢你 从前我是这样 现在要有一点不一样 对不对 那基督徒来的 它一定改变我们 它是每一天的生活随着我们成长 当我们真正在乎它 珍惜它 愿意祥福它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起来 来期待我自己那个无用软弱 我自私骄傲坏坏的生命 那我信主信了四十 糟糕了 我已经信主受习四十九年了 我都不好意思讲了 讲的都很惨愧 你们在那边好多人还不到四十九岁呢 想到信主信了这么久还是这不样子 有时候真的很惨愧 那基督生命太伟大了 如果我们肯接受它的改变 你不晓得我们这个人真的是 荣上加荣 如同从主的这个神传变成的 我怎么样子能够真的珍惜它 怎么样子能够在我的生命里面 像第二章说的 把能够恐惧战兢 能够做成这个功夫 因为这样会大的生命在我里面 而且超乎万民之上的灵也赐给了我们 我们怎么样在地上经过的时候 能够靠着这个伟大的生命 靠着这个得胜的灵 超乎万民之上的灵 让我们在地上过五关斩六将 能够靠着哀活的主 能够在一切的事上 不仅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这是我们很慌慌有的 这是我前两天的信息 一个很简短的步行 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见到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讲到它几乎不仅仅是一切 它又在一切之内 这是我晚上的信息 那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 今天的第三章好不好 编曲第三章 我们也只能够放一点点的时间 我们如第七节到第八节 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利的 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 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因我以认识和主基督耶稣为治好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看作愤怒 为了得着基督 好 我们停在这 跳得好 第十二节 第十五到十六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我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神在里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之好 让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夺来得奖上 所以我们中间还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的心 若在神的世上存别样的心 神也必依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那个十六节的翻译 我稍微把它 也不是修改 没有人敢修改 我只是觉得中文的翻译在这里 把那个味道没有翻出来 他在这里找到一件 很重要很重要的生活原则 就是我整个人生 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万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之好 要干嘛 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头招过来得的奖赏 这是保罗整个人生 他的动机 他的动力全在这句话题里面 他说我整个人 只有一件事情 忘记背后 武力面前 向着标杆之好 为什么要好 我要得到神在基督里 从上头招过来得的奖赏 所以他底下就讲到 他说我们中间任何人 尤其是完全人 不是成熟的人 他一定要存这样的心 如果你在什么事情上 在任何事情上 你存了别的心 神要用这个来君子我们 来指示我 你读书 这只是为了读书 结婚 这只是为了追求幸福快乐 你生孩子 不是为了养这个床中接待 你做任何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要得少基督 如果不是为了这个 神一定要想办法来 诸证我们 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原则 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 然后接下来十六节 他说然而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上什么地步行 好像是在一个 这么高的一个原则底下 突然我们开了一个后门 然而我今天 司马夫教 马夫材料 我只能够活到哪里 我是什么程度 就活到什么程度 但英文其实不是这样 他英文的这个然而是应该是说 无论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都该照着这个原则来活 Let us walk by the same rule 或是 same standard 不管你到了什么地步 我们都要照同样的原则来活 生活 你信主才五天也要这样子 你信主才五十年也要这个样子 这就是宝洛在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 好 我就是简单先讲到这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要找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 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潜入救赎的时候 他不光把他自己带回他的生命释放得出来 一例麦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人就是一例 当他落在地里死了的时候 他就结出了许多的职力来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不光借着耶稣流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也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释放出来 而让我们今天都得到了这个伟大的生命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哥伦西书三章四节 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Christ is our God 我们都没表情了 要知道我们得到了多大的恩典 没有一个礼物 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而这个生命 居然是宇宙居宰的生命 居然是一个真能耀的伟大神的生命 昨天晚上我已经讲过了 祂在天上平昏的尊容 整个宇宙一千亿个像银河系这样子的清晰 而光银河系就一千亿个像太阳系这样子的恒星 这麽伟大的宇宙是为了祂造的 是借着祂造的 所有都有命运与命 这麽伟大的神为了救我们 不予以神同德为强国的凡倒虚击 求要无法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都自己飞回 他一路上降飞 我们今天这些人的骄傲真的是优点 这麽伟大值得骄傲的那位 祂一路上降飞 自己飞回 存心顺服 一致于死 而且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是救我们 为了是救我们 你再造 祂还在我们底下 你再地 降到我们海底 为了把我们取起来 这麽伟大值得救我们 而这个生命今天在我们里面 这个生命天天都在我们里面运行 那神要照着这个 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 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所以当保罗写到这个的时候 他说弟兄们 我们是要恐惧在间 做成这个得主的功夫 因为这麽伟大的生命在我里面运行 我如果不认识 如果我忽略它 如果我不顺服它 我就浪费了这麽多 经历它 得到它的机会 这麽的恐惧在间 是吓得不得了 它像西白山一样 然后神在闪电 在雷风 在密云的里面 圣洁的神降临 人不敢靠近它 那个是恐惧 那个是真的恐惧 这麽伟大的恐惧 是我非常非常的谨慎 就是在乎我不要来得罪它 我不要来against这个伟大的生命 因为我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心里运行 为了要成就祂的指引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 爱里面没有惧它 爱就完全就把惧它除去 所以神不要我们是在怕 怕惩罕 怕惩罚我们的害怕 而是在爱里面我愿意讨诚喜悦 我不忍心来伤它 我也不忍心来against 这麽伟大的生命 有一个小女孩 17岁 去参加同学的party 你知道年轻的女孩子 跟那些同学们在一起 她到了晚上9点 她说我一定要回家了 她同学就嘲笑她 大家都不回家 你为什么不留我晚一点呢 她说不行不行 我要回家 她说你怕你爸爸 这个hurt你 是不是 她怕你爸爸伤了你 我怕你是不是 她说No 她说我怕我hurt 我的father 她说我不需要我伤了我的爸爸 我这爸爸可以养这样子的女儿 这边叫做爱 我不是怕他打过我 所以我要回家 我是怕我伤了他的心 我要回家 这是爱 神是说我们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爱里面 在自由意志里面的爱 我怕你们太累了 我差不多可以讲一个 昨天有几个七八十岁的老弟兄 老男人就在一起 大家可以在那里聊天 吃饭聊天 其中有一个 我姑且叫他Peter好了 你们等下听完故事 叫废话录作 万一有Peter 我找到叫他Peter好了 他是有一个巨妹 非常怕呆呆的 一个七百年 什么事情要见他老婆 所以其他男生也就在问他 他说你 你太太怎么训练你 你为什么这么怕 他说他不带我去告诉你 发生了什么事 他说我们度蜜月的时候 五十年前度蜜月的时候 他说我到时候带他到美国 Arizona大小谷去度蜜月 那是因为我体贴新娘 所以我跟他雇了一批驴子 让他坐驴子 我们就这样走下山谷 你们说过了吗 你有没有做 没有做过 他说那天不晓得他那条驴子干嘛 他吃过天话 所以他后来他也不动 他说新娘这驴子讲第一次 然后就当他又不动 他讲第二次 然后又拉他不动 我说第三次 然后第三次 再拉他不动 他说他把他屏幕打开来 然后一把胶 砰就把他打死了 他说我一看来 然后吓坏了 我想哇这个 怎么这么残忍 那我不见话 你把人家杀了 他说你怎么这么残忍啊老婆 他说没想到老婆 回头一瞪我 第一次 他说从那天开始 一下前天给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了 他说我那天想玩套以后我到餐厅吃饭 我发现一堆纸位都在这地方说第一次了 第一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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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很感谢主 我们的弟兄们都算蛮爱主的 因为到现在他们都还健在 没有理由 都在活得好好的 至少我公团队 每一个弟兄都还在 用这个神不喜欢我们是这样子的害怕 来 怕管教 怕手汗 爱里面没有惧怕 但是因为我们实在看见 他把伟大的生命 借着他降杯 受苦 受羞辱 为的是拯救我们 为的是找我们 不光罪得盛免 脱离审办 而是让我们有分于他这么回答的生命 这个生命进来 他要改变我们 一天又一天的 荣上加荣地在这里改变我们 要叫我们像他的儿子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要叫爱神的人得一处 就是那些按他旨意会招的人 所招来的人 神就预先定下了 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第一个就是说要把我们磨成 就是制作成神额结的形象 叫我们像他 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 所称为义的人 要叫他们得荣耀 只有神有荣耀 只有神是荣耀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至终的目的 是让我这个人可以改变 然后有分于这么荣耀的生命 融合于这么荣耀的未来 现在一听我指明这是何准的人 眼睛真是何准的人 眼睛真是何准的人 眼睛说我不能够在那儿 黑环境了 我要恐惧战争 因为我立志我行事 都是神在我心里运行 为了要牵住祂的灵意 Walk within us 为了希望我们能够 work out祂的salvation 不光在我里面工作 祂要把这个祝恩实现在我的身上 这个祝恩不是指示你的未来 我下地狱 我天空之辈 这边祝恩太大了 所以永生不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永生是性质的问题 我现在已经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 神儿子永远的生命 这个生命在我的每一天生活里面 祂在那里运行 祂在那里改变 祂的性情要取代我的性情 祂的思想要来取代我的思想 所以第一章 我们找到基督是我的生命 第二章也找到以基督天书的心为心 我在想耶稣 那么当然第三章 今天我们刚刚在这里讲的 他说我以得到基督为至宝 他在这里说到 他有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价值观 他在这里讲到 他有一个最上好的拣选 一个最智慧的拣选 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改变了 他说我以得到基督 我也认识基督 但是我以得到基督为至宝 他从这种很多的事情 他可以跨过的 你看第三章这里讲到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我是法利善人 这当时变应该很尊重的一般人 诸日圣说我是律法教会人 就律法上面地说我是无可指责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他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意义 他说我现在阴着基督都当作有神 请大家特别注意阴着基督 跟基督一摆就没得比的 你不跟基督摆在一起 我跟基督有很多东西 可能你自己觉得你是个华后的 你看我的房子多漂亮 你看我的老婆多好 你看我的孩子都上 Ivy Leeds的学校 他和Stanford 你自己有很多很多指的华后 可是当你跟一根神的德志摆在一起 当你一根这个伟大的修论摆在一起 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 如果影响了我来得超基督 通通都是贵准 不是说你不能拥有 你虽然不要不会 你虽然不要以为说有钱人不可能爱主 No 我看不到有钱人很爱主 关键不在于有没有钱 关键不在于你是不是很有成就 关键也不在于地位高不高 关键是在于这些东西 有没有影响我得超基督 如果它影响我得超基督 保罗说我把它当作有损 我不但把它当作有损 我看万事如同愤怒 我为了要得到基督 我真的觉得我们差一个人 对不对 这可能会觉得万事是愤怒 我刚刚在见证里面 你们都听过了 我跟你说我去中国 跑了这么多地方 可能跑到很多乡下的地方 是你们没去过的 真的是很多我使用的东西 住的环境都很差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一个深山里面 那个颠火进去人都快吐了 然后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这一定是我们整个几百个人 培训的里面最好的 是单独的房间 我跟一个从北京来的一个老师 两个人住在里面 真的是草座的 那个床 就是到草 然后上面铺了一个薄薄的床单 这一定是最好的设备 这个山里面的Herolyn 所以要带个虫子来陪你们 充满了生命 那我在那边找到的时候 我最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搬捷起来上厕所 因为他们没有厕所 他们的厕所就去租卷 实体去租 然后那个角落 给你挖了一个洞 就所有上百的人 都在那里上厕所 你知道吗 你会不会都不想去的 特别一定一天两天三天 这个累积的丰富都在那里 所以六点钟以后 我滴水不沾 不管你给我煲汤也好 跟我讲完道给我水喝也好 我连刷牙一口水也不敢进去 因为我们家有这个毛病 我夜里面只要喝水了 会起来上厕所的 所以我怕我半夜走了 下去了怎么办 那真的是很辛苦 那你尤其去上大号的时候 哇 这些主要欢迎你 真的是欢迎光你 你一走去 然后全部等到后面等着你 那个感觉就是很不舒服 这叫奋土 所以我们都巴不得不要去 巴不得少去 能憋就憋 那这是奋土 那你看保罗说 他看万事如同奋土 哎呀 我就觉得差一点 你看我们天天在奋土上滑来滑去 现在每一个都一个 口袋一个 我回到家坐在电视机前面 坐在奋土面前 一坐去坐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对不对 他姊妹们把奋土往脸上摸 每天早上 那么多时间 左摸一个又摸一个 而且还要摆进口的 断桌 我们差远了 真的差远 不用什么 你如保罗的书记 你稍微心路一点 你就觉得 哎呀 我们的弟兄 真的跑在前面 真的跑在前面 他为着基督 我跟你讲 如果不是为着基督 没有一件事情是奋土 那他都吸引我们嘛 谁不想开好车 谁不想坐好房子 谁不想要去先机的客机 这些东西 他有他的用处 他有他的方便 我们的确是喜欢他 但是如果他让我 在得着基督上 成为奋房的话 不用指望 我们真的是觉得 我要把他当作优手 你手上的iPhone 应该是帮助你 他只要做事情 他是你的仆人 而不是你是他的仆人 钱财也是一样 撒瑟比亚都说了 钱财是最可怕的主人 但是却最好的仆人 神有的时候 不放心把钱财交给我们 因为我们这个人 马上就成为他的努力 保罗说 我以万事都当作有损 我为了要得着基督 因为他看见的 这是真正的采访 也就是 如果我们不认识 所信的是谁 不认识里面所得着的生命是什么 我们就不可能有这样子的看法 任何一件事情就困保我们 任何一件事情就夺了我们的心 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 我以得着 我只比认识基督为至保 在这里他整个人生的价值观 被改变过来了 他有一个具智慧的抉择 在每一件事情上 他最在乎的是 我能不能得到基督 这是保罗 当我们在这里追求一些东西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在你追求的时候 我们都在付代价 但是很多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从许年的眼光来看的话 我们以为只是表面上的一个代价 可是却不晓得背后 那个代价是更可怕的 像我们想追求主要付代价 属明征战要付代价 侍奉神要付代价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不追求主 不 征战没有得胜 或是我们不一起来走主的路 不一起来说服神 祂的代价其实是很大的 征战是要付代价 但是你不征战的时候 你在徒弟的网络底上 那个代价是不可怕的 追求主的确要有所舍弃 可是不追求主 那个代价是太大的 这就是保佛说的 祂恐惧善尽 祂说如果我不来尊重祂 我不来让神在我里面运行 能够成功能够得胜的话 我就浪费了那个环境 我就浪费了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和工作 每一件事情它都是有代价的 我也讲过一个比喻 有一个小孩子在客厅里面突然放这大窝 他妈妈出来一看 那个小大窝 用手伸到他们家一个 几代的传家之宝 一个古董花瓶 那个花瓶是历代传下来的 不仅仅价值不肥 而且这个富有经验性 已经传了好几代的传家之宝 小孩子手伸进去 然后在那里哭啊叫啊 妈妈妈拉不出来 把爸爸叫来 妈妈妈也拉不出来 倒肥 倒水 倒油 都出过来 你说怎么办 打货 因为那个不是你的 很容易就要打货 你想想你如果拉出来 然后听说里面这个 十几年被 周围很多的房子都是上千万的 是吗 你听说床库式的房子也两千万在那边 你一打货 他那两三栋 那两千万不见了 还打不打 你看不讲话了 好现实 哈哈哈哈 还打不打 还是只好打 对不对 还是手出不来 父母先忍 父母没办法 很大 后来有个发念 这个小家伙全头握着 难怪出不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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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就很好奇 把那个小手拨开来 拨开来 因为他现在一定够五分钱 哈哈哈哈 他在那里玩了玩了掉下去了 他手心灵修 抓住了他就不放了 所以难怪出不来嘛 哎 你知道他妈妈的奥回吗 我说其实现在这个孩子长大了 这个孩子更奥回 因为这花瓶本来是他的 哈哈哈哈 就为了拨入五分钱 就为了拨入五分钱 把一个历代 这么有价值 这么有意义 有这么贵重的一包花瓶给打破了 你会说因为这个孩子 没有正确的价值分 他不懂 答对了 他没有正确价值分 而今天多少神的能力 没有正确价值分 我们为了一个更好的工作 我们可以把家卖了 把时间卖了 把健康卖了 更重要的是 我花主的好像都卖了 聚会也不正常了 追求也不正常了 没有空民修 没有空导报 没有空来到闲家 丢死给你 知道你不能带家吗 你不过薪水 做了五千块 多了一万块 就算银行里面的出唐 多了一个零又怎样 值得吗 为了得到一份不该有的感情 一个不公益的感情 把家毁了 把你自己毁了 把你整个人生 把你在神面前的工作 给毁了 对不起 是的 不值得 当我们在这里追求追求追求的时候 我们小朋友慢下来 到底他是帮助我更得到基督呢 还是我做了这些决定 我做了这件事 他会伤害了主 伤害了周围的你 是不是 保罗在这里有一个非常适合的抉择 他整个价值的感慨 整个价值的感慨 他以得着基督耶稣为至宝 没有一件事 比这件事情更重要 任何事情 让我能够得到基督 值得 任何的委屈 任何的伤害 任何人以为的损失和代价 能够让我经历基督 让我得到基督 值得 这就是保罗 整个的信 而且价值的感慨 都还可以成改天 那就是